7月13日,剛才提到我們天下圍攻,立法會為什麼要圍攻它呢? 因為很簡單,我們7月1日最基本的訴求 這個撤回逮捕機制的方案,現在都未得以成事 現在還有一眾的假人假議的議員,還在裝模作樣,假聲聲,假資訊 所以就更加要來這星期三日開始,為立法會 告訴這班議員,告訴這個林公公,告訴這個特首 我們對這個替捕機制有多麼不滿,要他立即撤回 第二,我們三點訴求的,第一當然就是撤回方案 第二,就是要這個林公公下台 因為真是厚顏無恥到這麼重要的高官,每個月拿三十多萬人工 原來就是與民為敵 那你說這些問責官員是否應該問責下台呢? 所以我們第二點的要求,就是要這個林公公下台 第三,就是泛民總辭反對這個惡法 剛才說過,很多那些偽民主派的議員 現在還在假聲聲,犯了什麼諮詢民意 喂,很明顯他們又是立場飄移 又是,如果陰謀論些說,現在他們竟然是支持了政府去做諮詢 林公公現在,美其明說,好啦,這麼多市民說需要多點時間去考慮 所以我就要想,於是政府就提出說我押後移動 我們用三個月的時間去做諮詢 七、八、九月,三個月,等到下個立法會會期 就再拿上來移動 喂,那幫泛民的議員 又是同一口徑,現在很奇怪 又是說給多點時間去做諮詢 就是剛才我已經重播了幾次了 知什麼詢呢?其實 七一上街的市民已經講得很清楚 已經告訴這幫泛民主派的議員 我們不是要再知不知詢 我們是要林公公撤回方案,還知什麼詢 還需要做什麼咨詢呢?泛民主派議員 所以呢,現在我們第三點的訴求 是希望在維立法會的當日 除了是為林公公,為特首之外 我們更加要將我們這些訴求 告訴那些所謂的泛民主派議員 希望他們會考慮泛民總辭去反對這個惡法的通告 就算他們不是說立刻決定了總不總辭 也不要再跟政府和劉河妹在那裡玩賣假諮詢 又說等幾個月看看民意怎樣取向才再作決定 這些東西真的是完全是廢話 香港市民不會再這樣被你們騙到 尤其是經歷過去年五區公投之後 看不到為什麼泛民主派尤其是白隔行的議員 還有什麼藉口去出賣這個民意 所以大家除了未來這個禮拜要維立法會之外 未來11月更加重要 因為用選票去把這些偽民主派議員趕出這個議會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7月16日即是下星期六之前 如果你未做選民登記的 這裡有一些表格 你可以填回登記做選民 那你在區議會選舉呢 就可以運用你手上神聖的一票 去將你的聲音反映在區議會裏面 未來這個區議會尤其重要是第一 政改方案通過之後的第一次選舉 所有政黨都是會看著這一次的選舉的成績 就等於好像一張成績表那樣 告訴所有政黨聽 過去這四年尤其是在政改一役 他們的表現如何 得不得到市民的認同 所以這次的區議會選舉是尤其重要 第二是因為我們會有五個新增的功能組別 立法會議席 是由區議員提名 再由全香港市民選舉產生 這個功能組別我們稱之為超級區議會 超級區議會也是所有政黨 就是兵家必爭之力 除了我們人民力量 因為我們是杯葛這個功能組別的 但是除了我們其次鮮明之外 所有其他代民主派的政黨 包括公民黨、民主黨、民協這些偽民主派的政黨 全部都是侯實這個超級區議會的移植的 區議會要有十五個區議員提名 他們才可以過到一個門檻去玩這個超級區議會選舉 透過區議會這個功能組別進新立法會 所以我們如果要懲罰民主黨去通過這個政改方案 令到民主倒退 令到十年都停滯不前 我們更加要告訴民主黨 你不要以為這樣就走爭扁有好處 你就可以拿多幾個立法會議席 就是要他連區議會都輸到混蛋 讓他連十五席的區議會門檻都拿不到 提名不到他們任何那些什麼主席啊 副主席啊 那些民主黨的中委啊 透過區議會就走進去選到立法會 所以接下來這次區議會選舉也都尤其重要 如果你過去都被民主黨出賣了 好像我一樣我也是副主來的 即是2008年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的票也特意投在旭敏 我知道他贏了 都希望陶謹申 那時候又叫了告急 結果我那張票也是給了陶謹申的 那當然啦 現在這四年就知道他們什麼事了 白甲黨 那我一直以來的那些票就浪費了 是啊 那麼多年來 董勝以來 投了給白甲黨的 全部一副豬東流 所以大家記住 如果你都一樣 好像我這樣 被白甲黨欺騙了那麼多年 現在才發現他們原來那幫人 在那混飯吃的 原來到最後 都是腳仔軟 走去中聯辦聊天之後 就幫政府和劉合乎 為這個偽政改方的投下贈成票 大家原來都跟我一樣 很憎恨這些偽民主派 這些白甲黨 這些政客 請你們記住 接下來這兩次選舉 由今年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 開始到下年九月 立法會選舉 都記住 將白甲黨的議員 踢出這個議會 讓他們不可以再作案多端 我們再說一次 毓民已經來了 我們再再等一會 這是我們的天下圍攻 立法會的論壇 正式開始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個論壇呢 其實都是七一之後 這個政府 繼續的漠視民意 繼續的一意孤行 不肯撤回這個逮捕機制方案 於是我們就發現 喂 不是啦 不是只是遊行 好像民主黨 都明天在這個 時代廣場 擊鼓鳴冤 大家 如果想去鳴冤 呼籲大家 我都會去 我去城市論壇 明天我就去擊鼓鳴冤 我就去跟白甲黨 擊鼓鳴冤 看看他們有什麼禁冤 看看他們在時代廣場 有什麼要申冤 我就去 我也去申冤 我就看這個白甲黨 還有什麼好玩 那遊行員 他們在玩擊鼓 就覺得可以 爭取到這個 提捕機制 得以撤回 那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你當林公公傻的嗎 你當特首傻的嗎 你這樣擊一下鼓 就有用了 你還要在時代廣場擊鼓 做什麼呢 是不是 特首不會擊他去買東西的 所以不去立法會 去告訴特首聽 不去立法會 告訴有投票權的議員 你有什麼用啊 是不是 不呼籲人去為立法會 去擊鼓鳴冤 所以明天我就去擊他鼓 大家可以記住 7月13日我們做實事 我們做一些實質 有功用 有意義的事情 13日開始 我們去為立法會 去為這個政府 為林公公 為特首 還有為一幫 有權投票的立法會議員 這個才重要啊 因為接下來 二讀通過這個逮捕機制 是要靠 不單止 就是泛民主派的議員 還有一眾保皇黨 建制派功能組別的議員 他們現在都成為這個方案 能否通過的關鍵 所以大家記住 7月13日 接下來這個星期三 開始 連續三晚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三晚 七點開始 我們去包圍立法會 將我們這個強烈訴求 我們有三點 強烈訴求 第一 要林公公盡快撤回這個逮捕機制方案 第二 要這個人下台 這些與民為敵的高官 還能夠存在在這個社會嗎 當日董伯伯 大家都記得 2003年 之後要他腳痛的 要他為你們推行 那麼多 與民為敵 那麼多不公義 不民主的倒退方案 到最後 我們是要他腳痛下台的 所以這次都是一樣 我們都是要林公公 我不管他心臟病 好像通過幾次波仔 他應該都可以用這個藉口 這次可以心臟病到台 所以我們第二點的訴求 就是計這個撤回方案 就是要林公公因病到台 第三 就是希望泛民主派的議員 可以考慮總辭 然後 去將這個惡法 能夠阻止到他 再拿上去立法會二讀通過 所以接下來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三日 七點鐘開始 請大家放學工 放學學 有時間的 就去立法會 展示我們人民的力量 去說給這些高官聽 跟這些議員聽 市民真正的訴求是甚麼 OK 那麼 好 多謝